社區住戶拍下照片 PO上臉書 明明是無障礙坡道 不過突兀的高低落差 根本變成有障礙斜坡 正義設施就在新北市板橋 實際來到社區大樓 測量斜坡 可以看到這裡高低落差 高達20公分 幾乎是一個階梯的距離 這樣的設計 也讓附近住戶相當傻眼 因為有時候老人家他走路 沒有辦法 因為他是斜坡 他如果是平面 直接下是還好 但是他就是斜坡 台階所以是危險 把手機放在一旁做對比 高低落差相當明顯 就有民眾私下透露 20年來社區官網會和區公所 沒人想要處理 如果我們坐下去 新冠公有地 這個法則還沒有出來 我在別的社區都遇到過了 坐下去 反正人家解決說 這個是新冠公有地 社區被罰款 實際比一比 正常的無障礙坡道 坡度平穩 可供人以通行 只是爭議的斜坡 一旦有生臟人士想要使用 這樣的落差恐怕會害他們跌倒 坡道是在民國88年所建造 但問題就卡在坡道的出口 屬於公有地 新北市公務局已經發函要求官委會 限期之內競速改善 如果還是沒有處理 可能面臨6萬以上 30萬以下罰款 今晚要請問王仲君臣報導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